大家好,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已经到了晚上时间 接着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澳洲红制饼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杉士真迪好 还有我们的《芒向铁人》,很关心香港新闻的加拿大加陈生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还有纽西兰的波罗仔,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蒸香煲浪气》三个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很不想说的消息,就是看到香港那方面 19个问题,我看到是6字头,后面多个0 我看到我心都寒了寒了 大家都明白了,今次是新一个群组 之前他们有说什么跳舞群组 又不停拍片出来,又说什么人跳舞 这次是洋人 有没有拍洋人在做健身呢 没有戴口罩 在做健身的那些 有没有说呢 这次又没有说人家的健身群组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希望社会互相互揭 之后又在说,没有搞错 不戴口罩做健身啊,这样那样啊,会不会脱了啊 还是怎样啊 不是追究的时候了,应该 要去想一下怎样去阻止给他蔓延呢 会更加好的 会不会这个健身室呢 一个就类传家呢 看个小都像是啊 今天呢,原来又有另一家 张竹军呢,又继续出来说了啊 有一家叫onept的教练呢 说自己是中了十九呢 源头不明啊 这个其实很麻烦的 那你告诉别人 你在哪里中呢 那你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你不方便 告诉别人 你曾经去过 现在U字头的那间 健身中心 跟别人吹过水啊 原来在那边 撈散啊 会不会呢 跟着这样交叉感染呢 会不会呢 其实都不难说啊 会不会是你们 互相 健身教练之间 可能跟这家U字头的 某些 客仔啦 即是来玩健身的人呢 他们本身跟他们有什么约会呢 其实不知道的啊 那这个onept 那些 母亲密的约会呢 你不知道啊 我教你一个私人 这个是女健身教练来的啊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 贬低别人做些什么啊 我意思是说呢 会不会去私人再接这些job 回来做呢 因为你都知道啦 在这些健身中心里面做 接受这些私人教练是贵一些的嘛 可能呢 你自己本身家里有一个cup house的 你过来教我吧 会不会便宜一些啊 可能便宜一半都还可以的啊 会不会呢 再数下去了 越来越多啊 那我又有了解一下呢 那家U字头那家先啦 一爆得最厉害的那家 可以这么说啊 比较上呢 不是那么连锁式 那也是比较多呢 那些洋人呢 喜欢呢 就会去这一类型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多朋友在这里去呢 那他自然呢 就会觉得 沟通方面啊 或者说话方面啊 会过瘾一点 好玩一点啦 啊 这一类呢 收费呢 也都颇为贵啊 那牵涉了呢 现在就说 哇 会不会有一些是 可能一些 银行啊 或者金融啊 投资啊 这类型的公司呢 原来呢 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的 叫掩抑的群组啊 啊 这也挺恐怖啊 看到就是 那今天呢 在这个 张竹军的记者招道会里面说啦 其实这个女教练呢 再去继续接触到 那他的学生呢 有成几十位的 现在呢 就要这个 那一辈子去 叫做 检疫啦 甚至乎呢 当局呢 也都说会追踪回 发病前 七天的话呢 他究竟接触过那些什么人呢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些 不说出来啦 陆陆续续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健身群组呢 就开始说叫做 弹出来 最惨的不是一间 是好几间的 我听见他有些害怕 还有啦 刚才也说了 会比较多是 一些外国人去玩的健身中心呢 大家都知道啦 外国人来到香港的话呢 除了可能会去一些 外资公司做啦 还有另外一些呢 很流行是会去哪里呢 大家知道吗 你讲做工还是去玩啊 做工 做工 做工教英文啦 是啊 没错啦 就是教英文啦 哇 原来呢 我们这些呢 称为叫做net teacher 那就是那个母语呢 是英语的教师的意思啦 他们很多来到香港啊 做net teacher的话呢 除了去一些叫做幼稚园啦 可能私立的幼稚园啦 小学啦 那当然啦 最厉害呢 或者最多呢 或者最想呢 就是去一些叫做国际学校那里做啦 哇 竟然啦 这个U字头的健身中心呢 波及到什么呢 就至少有六间的国际学校 那当然啦 他可能他未必真的在那里教 但是他有接触喔 就是他这家学校的老师呢 或者去那些叫做 不同的 甚至乎 外国来的职员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啦 因为这些学校呢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是 外国人的职员的 是吧 就是整个人的样子都是外国人的样子来的 那会不会 大家都要有这样的接触呢 或者可能你的朋友 也都有去这些健身中心玩的 那大家可能 大家都知道啦 离乡别井呢 来到当然是找一些同声同气的那些谈的啦 是不是 难道找回 不是没有 因为会少一些啦 通常星期六日啦 有这样那样 就找一些朋友谈下啦 哇 有些B&O的东西啦 哦 little British 哦 little British 这个 难少少 难少少 这个 哇 我看到六间啦 哇 哇 厉害啦 现在我听到哪一间呢 哈罗 屯门的哈罗 哈罗香港那间当然是 就说呢 要停啊 面秀 就是回到学校呢 读书这些呢 就两天 我想啊 现在可能 未必两天啦 啊 看个小可能有机会再久一点啦 哇 也挺大事啊 大家都知道啦 哈罗里面那些呢 全部啊 都可以叫做金波罗啊 真是 知不知道什么叫金波罗 咦 就是 是 用这个 问妈妈叫劍舜 就是 就是 宝贝孙仔 或者宝贝小孩 没错啦 哎呀 这次就很厉害啦 因为这家呢 其实出了名呢 是 坏点说一句啦 阿滋亚、阿蘇、摩洛哥 尤其是呢 如果你问我呢 哪一类型的家长是最难搞呢 反而呢 不是外国人那些啊 是香港 有钱进去的那批呢 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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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搞 哎呀 觉得自己是Bittish 是吧 呃 咦咦咧声闷的 哈哈哈哈 哇 如果现在听到 是吧 是很高价很高贵 但是 嗯 一发 就是一 一发脾气上来呢 就没面子说的 这些人 没错啊 现在看到 咦 你们一早看着 你不搞错 如果我小孩怎么怎么 我是律师 哎呀 哎呀 那个儿子咳了两声 一定中了一招 都是你的错 是啊 最流行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老公是律师来的 然后你知道吗 我哪个是会计师来的 甚至 最多是说什么 我认识哪个 哪个是太平紳士来的 就是说到 好像 潜台词那句 是我会铲平你的 你想走不生路啊 还是怎样呢 就是这样的 很夸张的 要继续说一下 虽然你说 咦不是哦 喂 大哥 这间健身室 是西型盘来的 U字头那间 喂 但是 有一样东西叫做 传播链的嘛 因为最担心是这一样的嘛 要继续说一下 张军澳的法国学校 有一个员工呢 就确产 就是有机会所说 可能有些后勤一些 这些都有的 也需要到停货啦 还有啦 说一下 除了哈罗之外 另一间 要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 洛林 洛林国际学校 又是相当之多 很困执的 在这里 港湾啦 和这个 启力啦 如果要说一下 西岛中学呢 就在薄扶林的 那这一间呢 就暂时呢 就关闭校舍三天 启力呢 他就没有解释原因 不过呢 就无端端就说 转做网上学习先 当然啦 当然不会这么快就告诉你啦 没办法啦 如果刚才所说的 说法国国际学校呢 至少有一个学校的教师 已经确诊 全校的师生需要强制检验 那说一下呢 我不知道 甄毕斯在澳洲看得怎么样 和台阳加达生在加拿大 台阳就是纽西兰啦 我在台湾都发觉的 其实那些鬼 那些外国人啦 俗称叫鬼佬啦 他们都真的 就算叫他们戴口罩 他们都拔下 出了个鼻 或者出了个嘴 那些这样的 有些之后呢 有些之后呢 对对对 你们先说吧 尤其是老一辈的 真的很反感的 就是他们不会觉得 这种是一种 可以保护大家的一种措施 或者一种临时措施 就是纯粹就是 非常之觉得反感的 就是我接触的一些 比较上年纪的人 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看法 陈生呢 我见到很多都是这样 嗯 我反而觉得那些 那些十几岁的年纪人 比较差 他们经常不大 比较多一点 是 他前面那个阿姐不肯戴 他后面那个阿婆 应该这么说八十几岁 他说喂 阿婆戴口罩 他一句丙句 死又一世 不死又戴半世 那是关什么事啊 这么说 哈哈哈哈 那些东西真是趋势 是 八十几岁他不管 就说我死又一世 不死又大半世 这么想的 我见过有一次呢就是 那么想直冲进去 那么好像露气冲冲的那些 那么跟着那个 安防人就挡着他 Mask Mask 做完手势给他看了 那么他很生气那些 那么他用英文说了 他说我来拿回车而已 拿回车就立刻走了 那么跟着那个人都是不理他 都是继续跟他说Mask Mask 那样了 跟着他 他跟着 得意的 这个这个外国人呢 他懂得用回国语说了 就是说我来拿车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那个人都是不理他 都是拧着拧着 笑着拧着拧着头 那么家人就跟他说 哎 这个有有有 那么在那个袋里 扔了一个给他 因为你再可能 去赶着拿车 还是怎么样的 如果拿不到 可能有一个钟 那么可能有 一百元台币 或者七八十元台币 不想亏了 可能他就 所以怒气冲冲 我看到一个都挺有趣的 他见到他 平时是戴着口罩的 如果你见到他 他走经你的时候 他更过瘾 他扔下口罩 跟你说一声Morning 那你带来干什么呢 那说话的时候 你又扔下了 那么又何苦呢 那么当然了 是 拍得不到 是吧 那么 现在 如果你问我呢 我见到一些外国人 在做健身的时候 他们都真的 如果你问我做健身 我都真的 宁愿 我都真的不戴 那么我在做健身的时候 我有一时都发现有些人 都真的会戴着口罩来做的 不过呢 好老实说 真的会比较辛苦一些 那么再次呢 现在呢 没有啊 哦 这样 就是一定不戴的了 是吧 有时候我都挺怕的 但是如果附近有人的话 他们的呼吸太厉害了 那些东西 会不会噴到我的 我那时候都会这样 但是台湾现在的健身室 都可以说 一直住那段时间 都可以被人去玩的 但是如果香港那段时间 刚刚开了 社长之前都说过 都是怕会有这个叫健身群组 那时候都不幸言中 自己听到都觉得有点心伤 我这边即使我开了 暂时都不开健身室 就是比较多伦多这边 不开健身室 我住这里都是不开的 哦 我们开了很久了 我也有间中去一下 是啊 但是现在坏了 那部车就没得开了 所以有些网友说 哎 为什么 最近见你整天读节目 哎呀 因为那部车撞坏了 没什么任何事情 所以 哎 没车就很不方便了 所以就坐在这里比较多一点 嗯 那开了再去啦 有些人呢 就好像真必思那样 开了就可能有得去 有些人呢 开了都没得去 就是为什么呢 今天看到的新闻 都挺可悲的 有一间呢 香港都算是 都是走贵价路线的健身中心 都要撿了去了 是不是C字头 P字头 PU那间都 都都都有一些贵的 有四间分店 就就要停了 租太贵了 没办法了 你不开的话 都很难做 还有那些 私人健身教练那些 经常都在那里扭你 想 什么 继续他那些 买啦 那些私人教练那些 那些 就是教你们健身那些 那些 颇贵啦 教你打拳啊 那样那样那样 那说到这个位置啦 大家都真的要做足这个防疫抗疫的措施啦 例如戴口罩啊 甚至乎呢 可以啊 我有时都会这样的噴 那些酒精呢 真的都 连衣服啊 袋啊 那些都噴下啦 有时出街的背囊啊 都噴下去啦 尽量自己做回好小小啦 哇这一转呢 我都有一点担心啊 因为不是说 不是特意刻意说那些外国人怎样怎样啊 但是我在我的法国底下 还有刚才几位主持都说啦 他们倾向于都觉得 好像 出去了那些那样 但是那一刻呢 都是 有点少少 要敲到自由的空气嘛 自由的空气嘛 喂你自由 很多人跟着没有自由啊 为什么呢 因为 那又封过呢 那就麻烦了 因为现在呢 看到张竹军说的 勒令啊 要些人一定要交代你去了哪里 老老实实是吧 老老斗斗是吧 说出来不准不说 就是说暗地里可能 这些人不单止做健身 要做领女健身 是吧 什么人运动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因为都挺 私人地方 贴身健身 这样的 不要想骗家人啦 你告诉我 我不回答你大件事 就是你告诉我 你去了哪里 都没顶着的 是 好了希望 信信你了 香港再回落数字就好了 是啊 希望就这样啦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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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